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看看这些辣条 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吃 但是我小江哥是一个 注重养生的美食博主 怎么可能会带我的粉丝 吃这些东西呢 但是他们真的很好吃啊 但是作为我这种 专业的美食博主 我觉得有必要是时候 表现出我真正的实力了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 制制辣条吧 等等 换音乐 那么要在家里面 制作辣条呢 你所需要的有 腐竹 芝麻 花椒 八角 香叶 辣椒面 豆瓣酱 自然粉 蓝色可乐 你不需要的有 辣条 酸奶 普通可乐 那么这个腐竹呢 是很硬的 我们需要先用水来泡一下 水 没错没错 不过呢 这个冷水是需要泡一段时间 我们就拿出之前已经泡好的这个 那么泡好的腐竹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就会很软 用来炒 都是可以的 那首先我们拧干它的水分 把它拿出来 放进油锅里面炸 稍微炸一下 炸至表皮金黄即可 炸一下把它拧出来 辅助炸好之后我们把这些大料全部放进去爆香 OK 已经很香了 现在已经很香的时候呢 把这些捞出来全部把它扔掉 然后再放入我们的这个辣条面 再放入一些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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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豆瓣酱我现在把辣条倒进去 因为辣条是比较甜的嘛 我们再放点糖 当然 现在我们载热满 现在我们打开一瓶蓝色可乐 系语我们打开一瓶蓝色可乐 噶k 愤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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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 看一下这个辣条 看上去好像是炸的有一点黑 但实际上确实就是炸的有一点黑 好 我来品尝一下 炸的超硬的 很脆 有点炸糊 炸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 很脆 不过有点不像吃辣条 有点像在吃锅巴 香锅排锅吧 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我还是吃这个好了 好了各位 刚刚虽然我不承认确实是有点翻车 所以呢我是不太甘心了 所以刚刚我又用同样的方法 去重新制作了一盘 另外在这里手忙脚乱 又要拍摄还要打灯光 所以耽搁的时间有点长 有点炸印了 过程都是一样的 不看也罢 这回就好很多了 好 这回我尝一下 正儿包锅的辣条 真的 这回真的好吃很多 首先它就是很入味 刚刚放的那些香料 还有白糖的那种甜 不过我没有放盐巴和酱油 所以不是很咸 但吃的是很香的 这辣条真的不错 哎呀 这个就是好辣条 结果巨腿的口味 还是得看你自己放的调料吧 我刚刚自然和椒盐也分了 所以味道比较浓 对比一下这个区别 这个真的已经是过爆了 看一下 极品入味的辣条 哇 一起吧 不开玩笑 如果不好吃 这一盘我是吃不完的 好 今天我们所做的美食呢 终于成功了 那么以后我也会推出 一系列的自制美食视频 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一个 关注留言是在网站 我们下期见 拜拜